嗨,大家好,我是戴君 歡迎各位來到罐頭視頻之等待一道菜 今天等待的這道菜應該算是南方菜系 就是蠔油豆腐雞翅堡 那今天我們用的是雞翅 雞翅有一個醃製過程 蠔油一勺 生抽一勺 花雕酒一勺 白胡椒粉 一勺 醃製一下15分鐘 這個已經是我們醃製好的 好,這個醃製過來的雞翅呢 把它切開 全部把它切半 這把刀真的很鋒利 切骨頭你看,毫不費力 好,切半的雞翅放在這裡面 這裡香菇已經泡好了 這個水不要倒掉 一會兒這個水還是有用的 那豆腐呢我準備了兩種 一種呢是油炸過的那個乾豆腐 一種呢是老豆腐 大家都可以用 如果你買得到這個炸過的乾豆腐呢 就比較方便一點 就不用再起油鍋再去炸了 這個老豆腐呢你要切塊以後 用油把它四面煎一煎 所以呢今天我就用這個乾豆腐 那我比較喜歡用空氣炸鍋 溫度調到180度 時間是三分鐘吧 沒有油非常健康 好,三分鐘開始 這時候呢我們就要起油鍋了 在鍋裡放少量的油爆蔥薑蒜 油不要太多 等油化了以後 我們就要爆那個蔥薑蒜 先把它爆香 爆香以後呢我們把這些泡發的香菇 就放進去了 先控下水 這時候聞到鍋裡面那個蔥薑的味道 已經香味飄出來了 就可以把香菇放進去 煸炒一下 要把它的香味給翻炒出來 然後就把那個切斷的雞翅放進去 繼續翻炒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要放入一勺生抽 兩勺蠔油 準備的恰到好處 一小勺的糖 糖不用太多 提味 把它翻炒均勻 然後把那個泡發香菇的水放入 泡發香菇的水非常的香 你看,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這個空氣炸鍋裡炸的那個油豆腐也好了 把這些豆腐 已經炸得很鬆脆了 放入鍋中 繼續翻炒均勻 然後呢 就要慢慢的要去燜了 因為這個是燜燒 用小火 來收這個水分 這個燜燒的過程中呢 把這個裡面的湯汁 全部收到那個雞翅裡面 因為會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來期待一下 好,這個呢 湯汁收了已經很濃了 放在一邊 我們再起一口鍋 這時候我們要幹什麼呢 我們要爆那個洋蔥和青紅椒了 把這個油化開以後 用一勺芝麻香油 它和豬油兩種油混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爆香洋蔥 爆香了這個洋蔥之後呢 就要加入我們的青紅椒 繼續翻炒 等到它把所謂的香味道都飄出來以後呢 就要把這一鍋炒完的料 加入到剛才做的那個豆腐和雞翅裡面 然後再淋上一勺花雕酒 花雕酒是神器 稍微炒暈一下就可以出鍋了 為了充滿儀式感 所以呢我們準備的是 砂鍋 撒上小蔥花和我獨家的彩色芝麻 一鍋非常非常好吃的菜 蠔油豆腐雞翅堡完工 那我們的罐頭視頻呢 每次都給大家帶來很多的美食 如果說您有什麼地方特色菜 是你曾經去到一個地方旅遊說我吃了 啊好好吃啊 戴君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沒問題 可以通過我們的互動平台來告訴我 下次我們的罐頭視頻只等待一道菜 就會把這道美食帶到你的身邊 這就是蠔油豆腐雞翅堡 要不要嚐一下 芝麻香油呢也是非常好的油脂 就特別符合低醣優脂的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 因為它裡面奧米加三六九是非常均衡的 對人的身體是非常好